德国人是如何辨认犹太人的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就是脱掉裤子 检查是否进行过割礼 一旦确认就将被就地处决 战俘中的犹太男孩 看着这一幕十分害怕 他赶紧将领巾摘下 然后将苏联共青团员证件掩埋 当德国士兵盘问到他时 他不慌不忙 用一口流利的德语告诉士兵 他是来自苏联孤儿院的德国人 从小父母双亡被抓到苏联 士兵判断不了真假 但很同情他的遭遇 他不敢说话 但旁边负责登记的长官 通过长相判断男孩肯定是德国人 而且他精通得了两种语言 可以给德军当翻译 就这样男孩逃过一劫 德国士兵还给他送来香肠 但突然身后一个俘虏 叫出了男孩的名字 瞬间吸引了德军的注意 这个俘虏是皮尔在苏联的同学 因为看不惯皮尔这种投敌行为 他向德军揭发皮尔是一个犹太人 但德国士兵不懂俄语 于是要皮尔翻译 皮尔突然灵机一动 给了同学一巴掌 成功激怒了对方 然后他将指认翻译成辱骂德军 同学被德军救地枪决 就这样皮尔成为了一名小纳粹 跟着德军四处行军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皮尔每次上厕所都躲得远远的 因为出生时进行了割离仪式 这种象征犹太人身份的标志 给皮尔的逃亡之路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尿到一半的皮尔突然听到动静 吓得胆紧缩了回去 原来是上校听说皮尔精通两种语言 想要重点培养他成为一名内粹军官 上校一上来就问皮尔 谁才是我们的敌人 皮尔肯定地回答说是强大的法国 还有苏联和英国 但上校摇头说不对 皮尔听完内心十分的恐慌 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害怕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被拆穿 他甚至想过切掉 然而越是害怕什么就来什么 这天皮尔在洗澡 突然一个德国士兵闯了进来 发现了皮尔的秘密 皮尔跪在地上恳求德国士兵保密 好在这个士兵是一个好人 答应帮他保守秘密 但皮尔意识到 这里不能再待下去 必须要想办法离开德军 他决定投靠苏联 于是他用电台联系苏军 说自己是一名苏联共青团员 混到了德军的队伍 到了晚上皮尔偷偷爬出战壕 迫不及待冲过交战区 但就在他举手投降的时候 对面的苏军也举起了手